无日区高铁特区这近几年来 大批的建案进驻 人口入驻也越来越多 而在三龙路一段360号 与中山路三段轻贼向交汇口 是附近社区出入的替代道路之一 不过由于路口行车的视线不佳 用路人一不注意 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碰撞 酿成事故 用路人来到无日区三龙路一段360号 与中山路三段轻载香交汇口 由于路口行车视线不佳 民众只要一不注意 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碰撞 酿成事故 车道路出口出来 轻载香要接三龙路一段这 这T字形就出来比较危险 如果可以在对面中一个反观证 这边看左侧 这样拨不用刷 右侧也看得到 左侧是比较重要的 左侧要接近距离较近 所以如果轻载它就拨不用下河的机会 由于这一带这几年大批建案进驻 居民日渐增多 交通也变得繁杂 为了用路人行车安全 民代特别找来市府前来会刊 希望争取在路口对面的人行道 装设反光镜来改善 我们现在初步先这样 初步会先装设一个反光镜 让大楼的住户出来的时候 可以清楚的看到双向的来车 是不是有其他车辆的到来 那另外之后我们也请交通局回去援拟一下 这边是否有增设闪黄灯的必要 经过沟通与讨论市府会尽快设置反光镜 民代也提醒用路人 出路这路口放满车速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